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观众也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视频 OK,今天我要介绍 这个BiRyu的赛期for Crunchy 克兰兹的赛事 研究了几场,I think 有三场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也是相信有一定的价钱 所以现在如果 一切都是在我们的 策划之下,研究之下 对的话,应该是定有价值的 第一场是 第二场 公开组位夺标马 赛程是千二 是草地 草地赛道 一路灌场 我们是用PACE 最近我是喜欢用PACE 因为PACE是我最近设计的速度 度数 来捕捉马皮 加上另外一些 所设定的一些settings 我们会把它的那些应该有机会的 给拿出来 所以我把 那些不应该看到的也不需要多讲 废话也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 这场第二场的研究 所以我已经去大概做好了几批啦 所以如果你是来一个MID & FAST PACE 假设 那我做settings MID & FAST PACE 就是FAST PACE 跟MID 青色跟粉红 如果青色有两批的话 我暂时不拿啦 少过两批之下我不拿 所以我只有 一 十 十 十二 踏十 度一 还有一步之遥 我研究过后发现 我这些未多标嘛 当然是一定要有一定的实力 还有一定的 的速度 还有步数可以 成就这场千二 千二米的一个赛事 所以在这三批里面 我选择佩大最好的 许文诺的 一步之遥 十二号 OK 我们看一下他的那些资料 一步之遥 才三岁 不错啦 他在最近的一个千二跑第五名 一样是草地 排位十一 所以 而且这场他有一些 创级啦 有一些 雷音这些 写内 而且其实 沙里扎 不是很有经验啊 这场虽然你看到他的 那个 沿途的排位不是很好 还有那个 他头马的距离也是差的 跟头马距离差的是挺远的 但是 如果你注意一下 我这边会觉得说是 我看了那个 视频之后 他跑 所跑过的视频 他是在最后的400米 他整个斜路 但其实硬硬要把他拉出来 已经是 这样就已经是 损失了几个 几个位 马威 所以现在他的 他们的重新再次配打 他们又换上了一个 几个gill给他 所以 看起来真的是 有准备 上去挑战这场比赛的 而且要配上 许文诺啦 大师负担人 所以 毕竟我觉得是 应该是事不可挡啦 所以 如果你们觉得 还是 赞同我的 那个 意见的话 你们可以 稍微的一些做小投资 或更进 现在我们 放出那个video 你们看一下啦 我现在也是 如果你看那个video 是在 左边 我已经 把它弄一个 红色的圈 在左边 所以 你就会大概知道 是哪一批啦 虽然他是跟在 第八位置啦 跟他跑法 跑位都是在第八位置 所以 你看到最外侧的 左边的 那个 那批就是他了 上一次 上一次他 跑法 不是很 很流畅啊 所以 算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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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是新嘛 当然他们不是很 适应这些 草地上的跑法啦 所以 I think 一旦熟练了之后 戴上眼罩 戴上 新的配件 I think 应该是 没有问题啦 好 我们先看这场比赛 如何跑 现在是靠近400m 到这边 冠长红 他是在内蓝的位置啊 然后在他旁边 跟他斗的就是 弄潮儿 那另外呢就是 阿坎图啊 阿坎图在外面走势 看来更好啊 阿坎图现在已经超越了 其他马匹了 后面再上来的呢 就有击中 阿坎图 阿坎图在这场赛事呢 是有条件 赢马的 而且赢得相当的轻松 好啦 然后呢 在两个多马尾之后 才有二号的击中 OK 如果你开完这个赛事 他大概在这边 没有什么动作啦 哦 但是 这匹马肯定会进步 不是因为配上 单单配上许诺的问题 而是因为 他放上的那些啊 装配 而且他的跑法 那时候有被影响到 所以至少这些东西加上来啊 至少 他在上 上一场 他是输掉 差不多八个马尾 至少可以拿回五个马尾 我们这样算法啦 五个马尾到六个马尾 如果其实提早发力的话 那跟不一样啦 可能这场比赛就会赢掉了 好 所以要注意这个十二号啦 第二场十二号 OK 接下来我们 看另外一场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第五场 那也是一样啦 我这场我也是 利用那个 那个 paste 他是走 slow和mid 这是slow和mid 我从那里面有 我是选择slow pace 因为签示 我觉得slow pace 可能会比较适应他们 三四八九 三四八九 我再filter一起啊 再重新再看了一些setting 谢谢啊 我觉得三号是 在里面 又是雪文诺的 其实我不是很崇拜 大师傅啊 那种比较有名的骑士的人啊 我较喜欢本地骑士 因为比较有价值嘛 对吧 OK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在这边 骑士有经验没经验 其实很重要啦 这场所以 三号 盆霸 如果你注意他的 看他前几次的跑 啊 的场 他们跑的场啊 场面 所以你应该大概会知道 这匹马骑士 啊 因为很喜欢他们 几次都把他放在内 那一侧 他移不出来啊 他移出来 所以浪费很多物 这没有真正要去的 哦 所以我们是希望这一次 啊 因为有一次 阿明最新一次是 他在啊 出闸的时候 他出闸比人家 整个的 整 整 整支 阿马是 stuck在杂里面 诶 嘟嘟落后了 十多个马尾 硬硬推上来啦 I think 这场他们也是一个 疏忽还是意外 我不知道 所以这次 他们特别做了一个 尸体啊 一个trial 所以在跑这场之前 而且我看到他前几场的 都是在内侧 移不出来的状况啦 加上这次他做了一个尸体 很很重要的尸体 这个trial 你注意看 啊 也是许诺去亲自 啊 去试一下 他的那个 马的状态 那我们来看一下 马的那个成绩先 盆法 如果你看 这是四岁 是showsing的啊 他的复习是showsing 这是后进马来的 还是你要注意看他的那个尸体 跑到第一啦 他第一 这其实不是很重要 重点是 你足够注意看 他在这次的尸体啊 许诺是用尽了全力啊 硬硬要给这匹马硬硬带 这匹马有起步慢的问题啊 如果一个奇师 真正一个师傅 真的是要让那匹马 不要有该去那个 不要 误杂 误杂 误点 误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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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误杂的话 所以你们要 要看他们是如何去改善他 他硬硬把他 推出去 领放 误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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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意和用心 你可以在这个尸体中看到 但是 其实也是 其实我很难说定啊 因为这是一个毕竟 在这种场合 领场走什么单的东西 其实不是我们决定 我讲过很多次了,不是我们决定 就算我这边讲的多好 我一个人这样看好 市场当然也是会看好 一定也是会有知识票的 但也是要看 总和来说到底他们要不要去 最重要的是 如果真是看这个尸体的话 你就可以看得出他的动机在那边 这不一定是对的 这个推测也不一定是错 我们来看看他的那个trial 他们怎么跑 他如何把这匹后径马 去领放到淋漓之静子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到红圈就是那匹 因为我这个影片我是把它放一半 我也不要放太长 所以放了一半,他已经转过圈 他已经是在转弯的时候 他已经在那边领放 如果你看他的四跑,两匹马在跑,他们出闸的时候已经是很快了 拼命推,拼命使劲的让这匹马超起状态 所以如果这一匹他要赢的话,是无可厚非的 他虽然上一站跑的很差,因为他在闸内被stuck住 他夹在闸内,所以已经失地很多了,至少失地8个毛鱼 这一次补上幼儿价钱,肯定会值得一捧 可以投资一下,如果你们觉得是不错的话 给接下来看最后一场我介绍的 16场 1600草地 165级 162局 168 164 133 165 165 165 176 178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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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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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Mid fast是属于 粉红跟青色啦 所以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我会用青色啦 可能我会比较fast pace 我会喜欢fast pace吧 所以是1,3,82 我研究了只有3和82在fire 所以3跟12 但我看以它的适应 能力还有那个跑法 还是比较偏向3号啦 火龙卷 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些资料 火龙卷虽然是7岁啦 在第五级就算12岁也是没有问题的 注意看我的注释 我这边写下来的东西是 刚才我研究之后 我已经写下来 我是放 它是在如果你注意看 查韦斯那时候是在 这个不是最近的 它是前三厂还是前四厂 千四米 如果你注意看那一场 这个是在 1月29号跑的 千四米 这匹马在最后300米 自动抢冲 但你如果明显的看到它是在 查韦斯是在150米 看到它的马匹将越过 很多匹要去on board 就是要进入前三名 它整个编都不要下 推都不推啊 其实没有被处罚 还有没有被 这个应该是要被ban的 至少ban两年啦 至少啦 Bright查韦斯应该是要被ban的 但 它停编这些没有人去 把它给举报出来 这是一个很怪的 一个 他们没有判他啦 有stuart有check 但是去check其他的东西 关于他的那个 他跑得多慢啊 为什么会跑得这样慢啊 explanation啊 麻痹的状态 所以 有点扯不上关系 事实 如果你重看影片三次的话 一次两次也知道了 他300米自动抢冲 这匹马已经是 证明说他在朝地 状态已经是很好了 状态在那边了 他抢冲 150米 如果其实没有在下边 没有在推车的话 抢冲也没有用 因为他们的 怎么讲 他们的那个啊 推动力不大 对嘛 因为前面的都在推嘛 抢冲带推嘛 不一样啊 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啊 走势啊 会比较强 哦 所以如果你看一下 那个video 等一下 就大概会知道 我在讲什么了 嗯 ok 把这一次的话 我相信出来的话 会有价钱啊 有价钱 查尾斯应该会做一点 小动作吧 会去吧 啊 我不知道赢还是输吧 我是希望他会try啦 啊 这只是我的推论啊 啊 我继续看那video OK 左边你看到注意 外侧那个 那批啊 蓝色的 我放一个红圈 啊 让你知道说是他 他是在哪里啊 ok 现在播放那个video 注意看他 现在是要冲上来 要自动抢冲了 那结果在150 超威斯停边 没有可能的事情了 至少他可以跑一个第二 马亭边 多少冤枉前输掉啊 我不敢讲啊 好 看一下 最后弯角了 在前面黄族 依然领得非常的轻松啊 后面呢 紧跟着的马匹呢 就有宾如港啊 自由峰呢 现在是在后面有点受阻找位的 更外来的位置呢 杀上来的是魅力四射 火龙卷呢 现在也是在找位的 更后面的位置呢 就有火龙卷在打外栏 有反应啊 跟这个9号的魅力四射都在一起 魅力四射今天的手势非常不错啊 很快的他就逼近了 这个黄族啊 内侧还有完美 但是呢 完美的这个 黄族呢 顶得住啊 真的是一领到底了 那 OK 可能你这样看 觉得没有什么错 没什么明显 但是啊 如果你观察那个曹伟斯 一如往常的棋法 绝对不是这样的 他必定有 他的手势跟动作绝对不一致啊 所以 可能Steward看了临场没有问题啊 真正如果你看他平常 冲上来要赢马的那个棋子啊 其实跟这个是完全 一个天一个地 好 OK 所以 I think 视频 我就讲到这里了 就这个礼拜 这三批 是比较有价钱的 无论是 许无诺奇还是曹伟斯奇都好 都是有一定的价钱了 10多块到20 I think 20多块跑不掉了 20-30块跑不掉了 除非临场真的是大红窝 那我就不敢讲了 可能 有第一 可能是 第二场那一批会 可能会大红啦 其他的我就觉得 没有一定有这样的价钱 都是有二三十块 会比较好的价钱 OK 我的视频就介绍到这边了 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 请帮忙 订阅啦 subscribe 可以share一下啦 你们也可以comment啊 说说你们的意见 OK 就这样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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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